香港富商刘兰雄大刘自从迎娶了第二任太太陈海运甘比之后 他就提早分身家将自己大部分的资产交给甘比以及他所生的孩子 现在甘比已经是香港最有钱的女人 网友开玩笑说大刘这辈子算是给甘比打工了 大刘的风流运势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在他的前女友名单上面有李嘉欣 蔡绍芬 关芝林等超级美女 但他最终娶的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素人 与甘比结婚之前大刘高的跟另一女友吕丽君断绝关系 甘比与吕丽君在同一年认识大刘 两人都陪伴了他十多年 大刘对两位女伴仪式同仁 直到2014年与吕丽君分手 两年后即2016年大刘登报公开与吕丽君的分手消息 并表明态度 以后除了给子女的生活费之外 他不会给予吕丽君任何经济援助 大刘特意澄清 吕丽君并非义务所有 他依然可以住好宅开名车使用私人飞机 而且他还拿了二十多亿的分手费 比很多人都富有 那吕丽君现在的生活到底如何呢 近日 港媒报道 吕丽君在2016年正式与大刘决裂之后 非但没有节俭过日子 反而出手购买了一套价值2.88亿港元的豪宅 干豪宅整个盘只有18套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 只卖出6套 但就越卖越贵 吕丽君购买的户型比之前贵了4000万港元 算下来 吕丽君这次也是赚的 根据大刘展示的证据 吕丽君一点都不穷 大刘曾送赠予玉元珠宝及200多个名牌包包给吕丽君 只是分手的时候 吕丽君名下没有任何物业 有报道指吕丽君热衷炒楼 每次收到大刘的礼物 他都会卖出去套现 对他而言 现今为王 吕丽君与两个孩子依然居住在大刘名下的大宅 不过吕丽君妈妈就被大刘赶走 他将香港山顶白家道31号地号独立屋 转售于长子刘名为 而此屋正是吕丽君母亲住的地方 吕丽君哥哥也经常在此出入 不知道吕丽君妈妈现在住哪里 应该不是吕丽君那套2.88亿房元豪宅 这套房子明显是吕丽君用于炒卖的货 与大刘分手之前 吕丽君是刘兰雄慈善基金会的主席 也使发志的执行董事 但这些职务现在都落到了甘比手上 而在甘比的管理下 刘兰雄慈善基金会比前名气大 媒体也因为甘比的关系 开始谎泛道到基金会的活动 吕丽君自己也创立了基金会